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藍絲巨星譚詠麟和鍾振濤 最近由於他們要宣傳演唱會的關係 所以就出來接受記者的訪問 誰不知這兩位人兄說多錯多 於是又引來社會人士廣泛批評 最新的這一位就是黃絲的歌星藍逸邦 他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發表了兩條限時動態 兩條都是炮轟譚詠麟 到底藍逸邦說什麼呢? 第一條貼文是這麼說的 收皮拉死廢佬 見你前面就憎你後面 死乃共動世 不用跟你做同事就不知多開心 此語為伍 第二條是什麼呢? 又是討論譚詠麟的 不尊重? 你有尊重過我們香港人嗎? 你幫那些殺人犯站台 但是叫大家尊重你? 我怎樣尊重你? 你快點去死吧 其實這兩條鐵文當中 夾集了一些非常粗皮的形容詞 我已經完全略過了 原文更加火藥味寵 實際上譚詠麟當然是抵鬧 自從九七以後 他其實也是完全站在建制派的一邊 不要緊 你擔任行政長官選委的時候 你又去提名董建華給他連任 又說自己挺董 每逢大時大節 那些回歸晚會 你又出來唱維穩歌 在那時候 我也是身為你的歌迷之一 還是覺得隻眼開隻眼閉就算了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政見 難道因為大家不同的政見 就完全抹殺了你在藝術方面的價值嗎? 也不可能 所以那時候 別提你的政見就算了 純粹進去演唱會裡就聽歌 好了 但是一直到去年的時候 香港發生了這樣翻天覆地的形勢 香港警察干犯了這麼多惡行、暴行、劣德、敗行 難道你譚詠麟是完全看不見的嗎? 你有什麼可能站在撐警那邊 其實你站在撐警那邊 就等同於站在大部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這個從區議會選舉的結果當中 已經是反應了出來的 誤到你不認的 好了 你這樣走去撐警 其實也是踏中了很多市民和歌迷 心目中的底線 實在是接受不了了 你以前怎樣去聽黨撐建制派 大家當是沒有眼屎乾淨盲 算是看不到 喂 但是你走上去撐警的台上 大家都沒有辦法再騙自己了 是不是? 你譚詠麟和鍾振濤的確是站了上去 而且是有發言的 而且是在踏香港的年輕抗爭者 在踏香港人 那還怎樣能夠接受呢? 喂 你不要忘記譚詠麟和鍾振濤這幫人 你們完全是依靠香港人來發職的 賺香港人的錢賺了四十幾年 來到今時今刻 香港人經歷最脆弱的時候 你不站在香港人那邊也算了 你竟然站在香港人的對立面 對著香港人來落井下石 這些完全是缺德的行為 喂 都不要求你一定要站在雞蛋那邊 你也沒理由站在高牆上去扔雞蛋 這些就是接受不離 還有一件事 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你們又被揭發 原來曾經跟成龍、曾志偉 以及一群明星足球隊的成員 去跟鄧炳強、謝鎮忠那幫人吃飯 當時香港人已經要打抗疫戰 你一群人在裡面 又不用弓筷 然後又在酒樓那裡吃煙 諸如此類 這些完全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你們是毫無反省 毫不愧恥 根本上是覺得自己完全沒有錯 一直到最近這個訪問 你亦都覺得別人是針對你 事實上不是別人針對你 為何你在這個關鍵時刻 寧願站在政權那邊 對付人民 你都不站在人民那邊 甚至乎有一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什麼呢 你沉默不作聲 就已經令到很多市民和歌迷 對你留下了一個幻想的空間 是不是呢 寧願你不出聲 你不出聲 永遠大家都不知道 你那張底牌是什麼 就算你的心是怎麼想都好 起碼外面來說是沒有人知道的 大家都仍然會對你這些人 是疑中留情的 都不會迫白你一定要去表態 你就不是 搶襲出來 馬上就要表態了 要撐警了 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要落井下石了 那怎麼說得過去呢 就算你沉默也不見得會影響你在大陸的工作機會 你作為一個享負盛名 在香港是一個超級巨星 你回大陸一樣可以召開演唱會 難道你不表態就沒辦法開到演唱會了嗎 除非你本人在大陸手上有些把柄 就被迫出來發聲 那我又不知道這些事情 沒有證據的我就不會說 但大家又可以回憶一下 在1989年的時候 譚詠麟也曾濠情狀語 聲援那班北京的學生搞民主運動 但是當時在北京上演的場面 搬到香港這個場景的時候 去到2019年2020年 為何譚詠麟的態度 是可以作出180度的轉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請問 是不是當時北京或者大陸的市場 仍然未完全開放 所以你在大陸牽涉到利害關係比較少 所以你當時就可以勇於發聲 現在協於大陸市場的肥豬肉實在太大了 人民幣實在太香了 所以又不敢得罪大陸 被利益蒙蔽了雙眼 是不是這樣呢 實情一個人賺錢賺了這麼多 你也不知道在香港賺了多少個億 有時候就算你不打算回饋社會也好 寧願你就是不要出聲 你沉默就可以了 是不是 大把歌聲都沉默了 我都免得逐個點名 沒有人會逼那些歌聲去表態 除了大陸喜歡這樣做之外 為什麼你要這樣搶薑出來 走去撐警 撐什麼警 你撐警的原因其實也是站不住腳 就算街邊的一個阿嬸 都可以駁斥得到你譚詠麟 根本上你是沒有道理的 你仍然要走出來撐警 你是預料被歌迷來批評的 即是說香港那些 你就回大陸繼續找你那些小粉紅 去買你的票去看 或者找那些藍絲去買你的票 但是一般那些正常的市民 還怎樣撐得到你譚詠麟和中鎮圖 你們在香港的演藝生命 已經死了大半個 不用說任何事情 接著就說說著著名導演李力池 李大道今天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 上載了一張記協記者證的樣本圖片 然後他的留言就是這樣說 誰想做記者可以自己DIY 即是可以自製這些記者證 當然記協看到這樣的情況就覺得不妥 他們出了一份聲明去譴責李力池 他們就說 有人在社交平台上上載了記協記者證的樣本圖片 並且涉嫌教唆他人偽造記協記者證 嚴厲譴責有關的行為 由於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 現正尋求法律意見 不排除報警處理 並且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權利 實情這些行為當然很無聊 也很小學雞 作為一個記者 基本上不需要加入記協才行 大家要知道有些記者 在一些正規機構上班 那些是壽新職員 但有些是無償記者 那些叫做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其實在互聯網時代 是非常普及的 李大道 只要大家有一部手機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一定通過專業訓練 或是在大學就讀傳理系 才可以出來做記者 如果這樣的話 就等同於刑制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在《基本法》上寫得很清楚 就是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擁有 無論他是傳媒機構聘請的記者也好 或是公民記者也好 只要他的目的是為了在社會當中 傳遞真相傳遞事實的話 他已經是一名記者 所以有些人其實都觸錯用神 經常說13歲應不應該去做記者等等 無關的這些事情 多少歲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新聞自由不用踐踏 只要那名小記者 他在現場沒有阻礙其他人的採訪工作 或者他採訪回來的新聞內容是真實的 是無誤的 而不是自行來創作偽造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不用去踏踏人家說13歲 我見有些就算是黃絲的陣營 也去踏踏人家13歲也不應該去 那個不是傳媒機構聘請的 那個是自發行為來的 麻煩你 所以一定不能歧視別人年紀輕輕去現場 當然這名小記者在抗爭現場的安全問題 絕對值得大家去關心 不可以嗎? 誰說採訪現場一定是要市民多過記者才可以做 傻瓜 沒道理 其實說來講就是要規管記者的發牌制度 千萬不能讓這件事得逞 因為一旦發牌 變相使得只能夠個別人士享用新聞自由 而其他所有人就不能再做那些公民記者 因為他不會批證給你 到時就算你拿著手機看到那些警察在街上做出任何惡行 他隨時又不讓你拍 就不可以有那麼多記者 現在的記者多了一個好處是甚麼呢? 就可以零死角拍攝整個現場出來 若然那些警察干犯了甚麼惡行 都可以完完整整地放在網絡上 在世界上分發出去 怎會阻止記者的數量 絕對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